我们要以这些来做什么样的练习 所以这边有个题目档 题目档你把它打开之后 主要就是这个PDF档 这个跟前面的Excel还蛮类似的 总共会有一、二、三 它总共会有四大类 五、六,有六类 不过因为这些题目 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到期末的话 顶多就是讲到一些基本的 大概就是第一类 第一类就是Photoshop基本工具的应用 所谓的工具 各位可以看到哪一些 包含Photoshop你把它打开之后 这边的话有很多工具 像什么 选取工具 有什么 矩形 椭圆 垂平垂直 特别是 它功能有些是躲在里面的 按住不要放 像这些功能 所以等一下 请各位 第一件事情就是 打开Photoshop 第二个的话 大家 稍微看一下 这里面有哪一些工具 OK 我们后面的话 就会 使用这些 各位可以看到的工具 做我们要的效果 效果有哪一些 基本上 我们就大概会学到这些 从 检视文件的技巧 一直到什么样式 图样的运用 第二 再来就第二类 所以其实到期末 大家会学习这个 跟这个 样式运用与特效之处 第二类 所以第二类 那后面几类的话 也许我们时间 应该没那么多 所以我们大概去把这 两类部分 把它完成 然后题目部分在哪里 题目部分一样 练习档 练习档的话总共有 也是双数题 所以我把这题目放在这里 那如果各位需要的时候 就先把这些题把它下载下来 那首先的话你会看到 这边有一些 档案 比如说第1个 TIF 这个是以后只要看到TIF档 -TIF的话 那这个就是已经做好的 字意图 所以打开 这个是最后做完 我们要 参考它 这个是完成档 但这个完成档 就是一直讲这样子 它的题目其实就是 它会提供给你几个东西 包含甚至老鼠 然后呢 这个宋春 这个字也会给你 但问题它怎么样呢 帮我把 这一个 两个 还有这个字 自己把它产生 有三个东西 最后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底图上面 那里面会需要学会几个 第一个 这一只鼠 它基本上呢 它是在一张图里面 你必须把它做什么 去背的动作 去背 它本来是在这张图里面 把它这个选起来 选完之后放在另外一张图上面 OK 所以第1个可能要学会如何把它去背 第2个的话 这边有一张这个宋春 要把它做出像刚刚看到的 本来是白的 后面要把它变一个 阴影效果出来 而且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第3个就是新年快乐 OK 题目在哪里 题目基本上就在这边 102 你可以找到102这一集 它里面的话 有一些相关说明 包含什么 它说 这里面的话 我们需要 一 请自行建立一个新的图档 OK 所以 你有没有办法 懂不懂得在 Photoshop里面建一个新的图档 然后它的档案大小 300 乘上250个像素 像素 然后呢 一定要72像素英寸 然后RGB的颜色要这样 8位元 底色要白色 然后那就把这个存起来 不过 它存档名称叫这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以后 一样把它改成102a好了 102a 然后副档名的话 叫PSD 所以点PSD 然后 它说完成的就要像这个T5档 所以其实完成的 请各位可以自行参考 云端上面的这个档 就是点TF 如果我们要列习的话 请各位自行把 这个干脆把102这边 下载 所以下载的话 要不就是你直接从这边按右键 下载 或者你把它打开来 从这边下载就可以 下载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直接解压缩 这边按右键 一样把它解压缩 102就出来了 OK 就在这里 待会我们再来看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 第一步先去 把那个Photoshop的环境先 解压缩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大家了解一下 那 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 先来看一下那个102 提 该怎么做 然后把102打开来 里面就这几张图 请各位把这三张直接开启 它怎么开 很简单 把它拖拉到 它的那个灰色的地带 灰色的地方 放开就可以 它就开启了 当然你除了说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档案 里面有个开启就档 不过我觉得没有拖拉的快 因为如果开启就档的话 你还要去找到路径 找不如怎么样 直接找到我们那个 已经下载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拖拉放开 那你会发现它同时 会帮我开三张 有没有 第一张就是 这个PSD01 有没有 这个 这张图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 可以把它放大 Ctrl加 Ctrl点就放大缩小 放大 缩小 OK 那第二张就是这个 宋春 第三张 因为宋春的话是黑色的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什么 白色的 前面是白的 后面是黑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完成档 点TIF是完成档 Ctrl加 那也就是说呢 它其实 题目就是我们最后看到就要长这样子 但是尽量 能够跟它越接近 当然越好 分数越高 OK 我希望就是最后你做出来就长 跟它一模一样是最好的 但有一点点误差值 没有关系 OK 那怎么做呢 首先题目有 给几个方向 第一个 请自行建立一个新的图档 所以要开一个新的图档 然后它的尺寸在这里 300乘250 所以这个解析数的话基本上就是 有点像一个 一个 曲型 这边到这边是300 300个 像素其实就是300个点 其实像素在 这边解释的话 其实像是这个点 那这个点的话是有颜色的点 到这边是250 OK 解析数的话 它这边有个72像素 然后这些按照题目要的 所以我们怎么开呢 首先第一个 签到Photoshop里面找一个开新档案 OK 然后它问你说 你这个图档的名称要叫什么 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按照 我们这个坚存档名称叫102a OK 然后接下来 它要我们宽度设为300 这边只有300个像素 它预设是公分 千万记得 你不要每改 因为这边有同言 每改就变300公分 那不得了 300公分变三公尺了 一张图 那变成一个海报了 所以这边只有300个像素 那像素的话 请这边注意 改完之后 改这边300 然后底下这边的话 是250 高度 所以改250 然后解析数 它说72我们不改 然后RGB这个也不改 这个也OK 所以直接按确定就可以 大概就是改 改名称 跟改这个像素 给它就可以 其他不用改 按确定 那我们就 产生了一张什么 空白的这个图 那当然你可以放大 Ctrl加 Ctrl按住再按加 那 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已经完成建立 图档的动作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它要做什么 它希望我们在这个图上面 做一个背景 所以再来的话 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图层名称叫做背景 所以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 懂得先做一个背景的图层 那怎么做背景图层 他说要在上面填上一个 因为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这张图的背景是白的 他希望能够做出来 这个是Tip 背后长这样子 可是问题 怎么样 大家可以 你各位有没有看到 背后有点像是这个 粉红色 一直到白色的一个 建层色 而且是由上往下 那怎么做比较快 这边是一 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个把背景填层建层色的功能 哪个地方 可是如果刚刚各位有找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 在 这个 左边的工具列里面 它有好几种功能 不过有什么 建层工具 有七种工具 当然其中的话 用建层工具是比较OK 所以你点一下建层工具 点了之后第二个的话 你现在你如果这样拖拉 它就变这样 这样 有没有 建层 所以其实有点像这样 由上往下拉 拉个垂直线 放开的话 它就是由上往下 但问题是不是黑色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不要黑色的话 我今天是要什么 我今天是要 那个 其他颜色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把它 把它复原一下 你按Ctrl、Auto 自己 要复原 那这个就请你在这边 颜色黑的地方点一下 它会跳出来说 如果你不要颜色黑的话 那你要什么颜色 那题目里面刚好有讲到 要这个颜色 237 27 有没有 R就是红色 绿色 蓝色 就把这个几个数字填上就可以 这个颜色填上应该是粉红色 所以237 所以把这个R的部分填一下 237 然后G的话多少 27 27 B多少 8 好 这样填上就OK了 确定 那你会发现就对颜色 如果你要刚刚好 由上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由下往上就长这样子 跟这边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希望怎么样 做出来 就是由上往下拉 然后最好是可以越接近它越好 白色到底拉到哪边是差不多刚刚好 有没有 长这样子就对了 所以标准答案应该是 大概从上往下拉 然后拉到哪边 大概到这里 有没有 看一下 几乎一样 OK 就是反正越接近越好 那当然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说真的 但他没有一个说 告诉你一定要到哪边为止 只要越接近它 看一下 差不多了 OK 那就表示你应该是成功了 OK 所以第一个 先建立一个新的图 新的档案 第二个的话呢 使用什么 使用这个 所谓的那个什么 建成工具 然后修改这边的色彩 并且做一个填满动作 就完成第一步了 OK 第二步 第三 第四步 OK 来试一下 外面先还给注意一下 加上背景 你会想说 那个图层名称 其实图层名称在哪边 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个图层 它的名称本来就叫背景 所以其实不用特别去做它 反正你就做完之后 就会多一个图层 就是叫背景 所以这个地方 题目有讲 但是其实不用做 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做什么 吉祥物 那吉祥物题目就有讲到 就是那个JPG 他说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去背 他说工具 哪个工具 他没讲 反正你就去背就对了 所以这个是重点 我们要怎么去背 以后不一定 只是像这种 反正你要去背的话 方法都差不多 他说什么呢 把它选完之后 然后放到哪里 放到我们刚刚的背景 而且把那个 放过来那个图层叫吉祥物 然后像我参考结果长就对了 所以反正做出来 他就跟你讲说 长得就像这样就对了 在这里 把这张图 放到你刚刚的这一个 白的这个区块 然后能够参考 位置都长这样子就对了 意思是这样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 吉祥物 放到那边去 不是叫你把它复制贴过去 你必须去背 那什么叫去背 意思就是说你先要把 它的外缘先选起来 包含这些虚虚都要选起来 选完之后怎么样 再直接把它 Ctrl C,Ctrl B也可以 其实这边一样支援 复制贴上功能 可是问题第1个 我要如何把它选起来 所以这边需要 Ctrl加 Ctrl加是放大 选的方法在Photoshop里面有很多 它里面包含什么 套索工序 还有什么呢 多编 磁性 这些都可以 以下来选取另外一个 暗注不要放 魔术放 所以其实有这两区 当然 没有效率的方法 一般就是这样 这样选 这样选 可是问题要花很多力气 才能绕一圈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只是说 要很 而且滑鼠要很稳 不能偏 偏的话又要重来 但是这一方法不OK 所以 我们选择第2种方法 我是建议 聪明一点 把它选取 选取 比较取调一下 比较聪明的方法 我是建议 你干脆第1个 学会用什么 快速选取工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背后 颜色有接近的话 它会把接近颜色 帮你选起来 所以我建议 第一 请你用快速选取工具 然后怎么选 请你在它的背后点一下 你会发现 它这个时候怎么样 Ctrl- 先把它缩小 它会帮我把这个区块相似颜色选起来 然后这边的话 再点这边 它又把这一块 所以你会发现 它已经帮我把 它这个外面的颜色选起来 可是特别至于它现在是选外面 我们要选里面 接下来 所以要做什么 把选取上面利用一个功能叫什么 叫反转 为什么 因为我要选的这里面 可是它选的外面 OK 所以这边就是你把它 先用快速选取 然后做 反转 这个时候 选到了吉祥路 那可是问题 还有一些地方 你会发现 Ctrl-加 就放大 有没有发现 这一块 有没有 还有这个虚虚 还有 这边好像OK 这边虚虚 有没有 要把它加进来 可是问题 你要把它加进来这个时候 你用快速选取就不适合 所以 请你在网上这边用 套手工具 但是套手工具 特别注意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预设的模式是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选取范围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是要把 这一区块 选进来的话 请特别特别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套手工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新增模式 一定要改这个 如果你没改的话 它会这样 如果你没改那边的话 比如把它选进来 那边选这一块 那你原来的不见了 OK 怎么办 Ctrl-Alt 复原一下 好 记得 一定要 点选新增模式 有没有 要放这边 应该会跳出一个 增加自选取范围 记得一定要选这个 这个同学最容易做错的 点一下 然后 把外面这个选到里面 怎么选 请你从里面 选到外面 所以我放里面 点滴一点 按住不要放 往外拖 这个时候 手千万不能抖 而且要非常的沉稳 尽量不要讲话 不过没有办法 OK 然后就是把它 放起来 放开 就是要怎么样 把外面那个驱管 选进来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 这个 精细度跟每个人 在 就是说 做的动作大概有差 就是尽量做到完美 所谓的完美就是不要让他看出破绽 像有一些合成招B 看出都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破绽太多了 如果说你要做到机器的话 你就是感受加 把那个放大一点点 然后让他 让他看不出破绽 像这个也是一样 从里面 按住不要放 然后往外的 这样选 不过他可能就是 尽量 这个可能 大概 因为这个 不会有人放那么大 OK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按住不要放 我大概示意一下 因为其实 这个要做到很细 总要 满花时间的 这边也是一样 从里面 弦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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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 然后这边 我大概坐一下 那边也不一样 把他框起来 然后上面的话 再往上拉 看看有点缘不缘 好 假如说我都OK了 我再Ctrl- Ctrl-就缩小 这个时候 我要怎么样 把它移到刚刚那张图 最简单 最直觉的方法 你记得 跟我们复制文字一样 Ctrl-C C就是复制 Ctrl-B的话 到这边,Ctrl B 贴上 然后发现,就过来了 再来的话,你要把它移动位置的话 很简单,请你选什么? 上面这个叫移动工具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移动了 OK,看一下 有接近,但是它比较大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什么? 这边应该有什么? 变形工具 你可以再把它做一个变形 变形工具的话,你可以找一下 里面的话,基本上也有一些变形的功能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先到这里 把这个选起来 记得我刚刚的重点 用什么?快速选取工具 把外面选起来 二的话,利用什么? 套索工具,特别是关键的地方,一定要改这里 造索新针,然后把它选完 C,C,C,B 就完成这个 吉祥物的选取跟贴上的动作 来,画面先画面做一下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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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